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这海里的水 却像是刚煮好滚汤的汤一样 不停地涌沸着 在海上还有许多凶恶的野兽 全都是钢铁的身体 像在飞一样 很快速地从东边赶到西边 西边赶到东边 互相地奔跑追逐着 还有看见大概有成千上万 很多很多的男男女女 一下子浮出海面来 一下子又沉入到海里去 而且这些凶恶的野兽 还为你争我夺地 把这些海里的男女抓来吃掉 这时候呢 婆罗门女还看见有好多青面獠牙的野兽 他们的形状 样子 长得各个不同 有的身上长了许多手 许多眼 还有很多头 很多脚的 嘴里的牙齿全都往外露出来 锋利的像刀剑一样 不停地驱赶追逐这些受罪的人 赶他们往铁兽那边去 好让铁兽们可以方便地把他们抓来又啃又咬的 啊 好恐怖哦 而且啊 这些夜茶自己也常用他们的大手 像捉小虫一样 把那些罪人凶残地抓过来随便玩弄 或把人的头和脚都堵在一块 或者呢 把它拉得很长 要不抓起来撕开了或折断了 再用力地抛出去丢掉 那些夜茶怎么可以这么快 殡葬王菩萨都不管他们吗 这些被灵灭的人啊 他们也是在活着的时候 像这些夜茶一样灵灭别人啊 或是像这样虐待欺负动物啊 所以死了之后也就会下地狱受到一样的报应啊 地狱里像这些伤害玩弄生命的恶行恶状 真的是有千千万万种 老婆罗门女也不敢看太久 像你们听了都会害怕 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呢 婆罗门女还是不停地念佛哟 所以她又得到佛力的保护 虽然呢 看见这些凄惨残酷的事情 她却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恐惧害怕的呢 就在这时候呢 有一位叫无独的鬼王出现了 还对婆罗门女恪头恭敬地来迎接她 而且对婆罗门女说 善哉善哉菩萨 请问您是为了什么缘故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呢 好帅哦 怎么会有鬼王呢 这个鬼王跟其他的鬼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呢 哦 因为他这个鬼啊 平常纯性就很善良 很会可怜同情别人 一点点会毒害人的事 他也不肯做 所以虽然是在鬼界 但却是个很有福德的善鬼哟 还是鬼中之王呢 所以才叫他做无独鬼王 话说回来 其实这个无独鬼王 也是菩萨所变化出来的 故意来接待婆罗门女的 不然地狱里 哪里会随随便便 就出现这种又慈悲又怜悯人的鬼王呢 对啊 对啊 哎 真的是家里没大人交呢 奶奶来这么久了 故事也说了那么长了 竟然连口茶都还没喝到呢 哎 真是糟糕哟 啊 莲花奶奶 对不起 我听得太入神了 竟然忘了给您倒茶 我立刻去泡一壶最好喝的茶来请您 等等我哦 奶奶 我去冰箱拿水果 嗯 好香哦 这茶真不错 现在奶奶又有元气说故事咯 哈哈哈哈 这时候啊 婆罗门女就很好奇地问这鬼王说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呢 这里就是大铁围山的西边第一重海 我听说大铁围山的里面 有地狱在这中间 这是实实在在有的事情吗 没错 的的确确实实在在有地狱的 那我现在又是为什么能够到地狱这个地方来呢 倘若不是有威德神通的人 要不就是因为有罪业的人才能来到这儿 如果不是这两种情形的人 怎么样也不能轻易到这个地方的 婆罗门女就低头默想 我是个精信佛法 不敢做坏事的人 应该没有犯什么罪业啊 为什么我现在也会到地狱里来呢 那这海水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 会这样不停像滚汤一样的涌沸呢 还有 为什么海里会有那么多的罪人 和各种可怕的恶兽夜差呢 那些是因为我们这个严福提世界 造恶作业的众生应该受的报应了 尤其是那些刚死的人 经过四十九日以后 如果在阳间还是没有后代祭祀 帮他做功德 替他救拔英寿的苦难 尤其是他活着的时候 平常又不是乐善好事 当然就应该根据他在世的时候 本来做了什么样的罪恶 就要到他自己所赶着的地狱去受苦 在他们要下到那个地狱之前 就一定要先度过 刚才您所看到的这一重痕 这重海的东面过去十万遥旋 又有一重痕 它的七层要比这重海加上一倍 再过去这重海的东面 还有一重痕 它的苦楚又要再加上一倍 这三重海 都是由我们众生 身口一三叶的恶因 所感召成的恶暴 合起来就是一般人 常在口读上说的叶海 那真是非常的凄惨痛苦啊 真的有地狱耶 婆罗门女又问了 您说铁维山里是实实在在有地狱的 那么现在地狱在什么地方呢 在这三重海的里面都是大地狱 地狱的数目有几百几千的多 这几百几千的地狱都不太相同 每一个地狱都有各式各样的差别 单说最大的地狱就具有十八重 再小一点 次一等等 也有五百重 它里面所受的各种苦难 还有施行很多 是说不完的 再次一等等 更有千百重的小地狱 也是又说不尽的痛苦啊 真是一重又一重 重重无尽呢 奶奶 什么是一重又一重 重重无尽呢 小果 一重又一重 就是一个又一个 一层又一层的意思 有时候像箱子一样 可以一个叠上一个 有时候又像不一样颜色的光线 叠在一起 变成一种光 或者一个也可以变成很多个 永远都变化不完 所以才说一重又一重 而且还会重重无尽呢 好恐怖的地狱啊 那如果下到地狱里 不是永远都不能活着出来了吗 这婆罗门女 听了也跟小果一样 吓了一大跳 赶紧问无毒鬼王说 那我的母亲才刚故事不久 她是不是也到这里来了呢 不知道她的浑身 应该要到哪种地狱里去受苦呢 菩萨的母亲身在世间时 平常的修行或做人处事 是怎么样呢 我的母亲平常性邪见的 并且常常机窍毁谤 佛法僧三宝 就算偶尔暂时相信佛教 可是很快的又会不相信了 现在刚故事不久 我不知道她会投生到哪里呢 菩萨的母亲姓氏为何 是哪里等级的种族呢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是婆罗门的种族 父亲名号叫施罗善献 母亲名号叫越地利 希望菩萨您回到本来的地方去 不必再过于忧愁 依恋您的母亲了 您的母亲月地利罪名 三年前已经脱离地狱 升到天上了 天上有下事 说她是因为成着孝顺的子女 为她努力的社供修复 而且因为您不失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的功德 不只是让菩萨您的母亲得到脱离地狱之苦 甚至应该在这无间地狱受苦其他所有罪 这一天也都得到礼物 分享解脱痛苦的快乐 和越地利一旦升到天上了 善哉善哉 婆罗门女突然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的醒过来 她回想一下 觉悟了这件事情以后 就赶快又来到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佛像的前面 发了非常宏大的誓愿 她跪下和掌恭敬地说 绝华定自在王如来在上 信女希望能尽未来的一切生命 为所有生前犯罪业 因下地狱受苦报的众生 设立广大并且普遍的很方便和有利益的方法 不必要让她们大家都愿意学习 并且能快速地解脱她们应在地狱里所受的重重无尽的苦难 好伟大的小女孩哦 这个婆罗门女的故事是释迦摩尼佛为她母亲飞升到刀立天说法 在当时还有很多的菩萨 龙天护法 龙天护法 魏王等等也都来参加聚会 其中有位文殊菩萨特地向佛请教 地藏菩萨还没有成到之前的音乐 所以佛才为大众说这个故事 之后佛还告诉大家说 那时候出现的鬼王无独就是现在的柴守菩萨 那时候的婆罗门女呢 就是我们现在拜的地藏王菩萨哟 那地藏王菩萨她就不是管地狱的咯 她是要去地狱里当老师的 而且还是灵魂导师哟 奶奶 那么地藏王菩萨的名字 是不是也有她特别的意义呢 哈哈哈哈 妙乐啊 不愧是自由神 问的问题都很有深度哟 奶奶都快被你逃倒了 这地藏啊 就是像我们所住的大地 大地的包容性很大 不只是承受存在世间的一切事物 还能含长财宝 生长万物 我们众生所做的善行必然会有善报 但是所谓百善孝为先 要是能够知道孝顺父母 孝敬师长 这孝道就是一切善行的基础和根据 那大地和孝顺又有什么关系啊 这孝顺的功德是很深厚的 就好像土地一样 是我们世间一切万事万物的根本 孝顺呢 也是能够寒藏 并且延伸出其他所有的功德福报 让我们生生世世都能受用不尽忧 就像论语里游子所说的 其为人也小涕 而好犯上者嫌疑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为之游也 君子误本 本利而道生 孝敌爷子 其为人之本渝 奶奶 这张论语我们有背过哟 老师还没讲解呢 这意思是说呢 如果有人平常很懂得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姐妹 却偏偏喜欢在外面顶撞师长 没大没小 那这种情形应该是很少会发生的 那平常他都不会对长辈们没礼貌 没规矩 却说这个人他很爱搞怪作乱 这几乎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所以有读书有道德的人呢 那肯定会很重视根本的德性 就是孝顺和友爱的培养 这个孝顺和友爱是做人的基本 这个基本做好了 自然而然其他的道理和平性 就都能延伸出来 都能通了 所以啊 看一个人在家 有没有做到孝顺和友爱 这两件事 那也就看得出来 这一个人 他有没有真正仁爱的心咯 所以啊 释迦摩尼佛讲婆罗门女的故事 就是教我们 不论是做人处事 或是要学佛修行 这个基本功就是孝顺 那自己做得很好 又能够教好我们 这门功课的最佳老师 当然 首推就是地藏王菩萨咯 奶奶请用 我先了 我先 长官 spec发行 绝对 这一杯 没见 谢谢 那 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